他们把车开下楼梯 然后拿车去撞墙撞树 完全泡在海水里 拿露营车来砸它 拿铁球来撞它 甚至放火烧车 把车子停在屋顶 然后直接炸楼 哈喽大家好 我是Amy 这几天轰动国际的大新闻 我每天都在看的大新闻 就是美国把他的军队撤出阿富汗了 他们本来预计阿富汗政府军 可以抵抗两个月之久 没想到不到三天的时间 塔利班战事就直接开进了克布尔 这使得美国的撤侨行动 变得非常的狼狈 当塔利班的车队开进克布尔的时候 全球最尴尬的一家公司 就是日本的Toyota丰田汽车 因为有好多国际记者 都拍到塔利班战事 他们开着Toyota所生产的皮卡车 进入了克布尔 被塔利班黏上呢 真的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所以现在Toyota已经陷入了一种 哭笑不得的处境 事情是这样子 1986年的时候 非洲的利比亚和查德 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 那我们知道利比亚可是非常强大 它是非洲军力第二名的国家 出动了100多台坦克 大家都认为这次查德真的是完蛋了 没想到法国就援助了400台的 丰田皮卡车给查德 当时利比亚还觉得呢 这些车只是法国用来让查德 平民逃亡的根本就没在怕 结果查德呢就把机关枪啊 反坦克炮啊 都装在这个丰田皮卡车的上面 然后一大群的皮卡车就像蝗虫一样 冲进了利比亚阶营里面去扫射 等到利比亚的坦克车反应过来 要回击的时候 皮卡车就一溜烟的逃走了 你打我的话我就落袍 你不打我的话我就来乱 这样来回几次 利比亚的坦克部队实在是扛不住了 只好往后撤退 结果就在往后撤退的途中 一些掩蔽不好的坦克车就露了出来 结果就被皮卡车上面改装的反坦克炮呢 一一的打中 在这场战斗中 查德就用三台皮卡车 18人伤亡的代价 换得利比亚92台坦克车被毁 伤亡接近800人的胜利 这也是丰田皮卡第一次打现身手 之后利比亚还不死心 他们觉得对方只是运气好 没有被坦克车打到而已 于是两个月之后 利比亚又在他们 位在查德北边的空军基地里面 集结了5000名士兵 还有250台坦克车 准备要爆打查德军队 没想到查德皮卡大军 再次以迅雷不及言的速度 突袭了空军基地 又再度上演了一次 皮卡打爆坦克的巨马 利比亚军队仓皇逃回国内 而在空军基地里面 竟然还有30架飞机 都来不及起飞 就直接被查德的皮卡大军给俘虏了 利比亚最终放弃了进攻查德的计划 皮卡大军史实在是太威了 这场战争后来被直接叫做丰田战争 因为这些皮卡车 都是由丰田汽车所生产 主要就是丰田的Hilux 这个品牌海力士 那这个海力士这个名字 借用了希腊大力士 海克力士的名字 听就知道这款车绝对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这款车 这么受到恐怖分子的喜爱呢 海力士这款车的第一个优点是 价格小狗短腕 美式皮卡车的价格 大概都落在3万美元附近 便宜一点的也都要25000美元以上 但是来自日本的海力士 24000美元有找 再加上日系车普遍耗油比美系车低 对于经济拮据的塔利班 判军而言是非常划算的 那塔利班和传统的恐怖组织不一样 他们有建立长久政权的决心和准备 并不是只是闹闹事就可以的 所以呢 他们其实相对是更注重 收支平衡和现代化的 可能大家都以为 塔利班里面的人是那种 一辈子都没碰过手机的人 其实不是 他们人手一知智慧型 手机非常注重世界的变化 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 甚至在他们夺取政权的当天 就致电给英国BBC电台的主播 要他现场直接报导塔利班政权的声明 所以塔利班会选择价格实惠的海力士 是非常合理的 皮卡的第二个优点也相当重要 那就是相比于美式的汉马车 还有装甲车 海力士的机动性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很适合在巷战和游击战中使用 上面说到的故事就是查德利用了机动性 打败了军事实力 高出他们很多的利比亚 这项特质正好也符合塔利班的需求 而且皮卡的后车枪空间 很适合拿来改装 基本上你能想得到的各种武器 都能够安装在上面 像是机关枪反坦克炮 甚至是防空炮他都能装 一种车款多种用途 绝对是恐怖分子首选 就连台湾我们的国军都曾经考虑过 要不要把国军和马车换成这种皮卡车 用来应付共军登陆后会爆发的巷战 不过因为考虑到使用皮卡 这样太像恐怖分子了 而且我们的G5还是用美系的G多 和日系的呢 并不是那么的合拍 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皮卡的第三个优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优点 那就是海力士的耐战度破表 如果说特斯拉是车界的iPhone 那海力士就是车界的Nokia 3310 BBC有一个影片就在测试 海力士到底有多耐战 这个节目呢先买了一台里程数30万公里 车龄13年的老海力士 然后开始各种极限操作 首先呢他们把皮卡车开下楼梯 然后拿车去撞墙撞树 引擎完好如初 接着主持人把车开到一块巢肩带 用绳子把车固定在地上 等着涨潮过来把车淹没 几个小时之后 海力士已经完全泡在海水里 甚至还因为浪太大把绳子给冲断了 整台车直接沉入海中 等到海水退潮之后 工作人员才把车子从海中打捞起来 整台车全部都是淤泥 引擎看起来也进水进沙了 显然是没救了吧 结果跌破众人眼镜 主持人再度成功的启动了车子的引擎 超夸张的 大家要知道泡过海水的车和普通泡水车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普通泡水车的引擎 可能都会出现它问题了 更何况海水的侵蚀力是更高的 还带有大量的泥沙 结果影片中的车子 居然直接就启动了 看完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接着主持人拿露营车来砸它 拿铁球来撞它 甚至放火烧车 海力士都不为所动 整个车壳都懒了 还是能发动引擎 海力士似乎在说 有什么挑战 尽管放马过来没再怕 节目主持人最后受不了了 他们找到了一栋 即将报废的大楼 把车子停在屋顶 然后直接炸楼 车子就跟着大楼一起爆炸坠落 工作人员去检查的时候 发现车子外壳全毁 连底盘都断掉了 这次海力士应该真的不行了吧 想必大家都猜到了 车子的引擎再次被发动 看来除了原子弹能够摧毁这台车之外 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 丰田海力士了 说真的我看完自己都想买一塔来开了 能够飞天遁地上山下海的车子 这已经比坦克车还要坚硬了吧 虽然说坦克车能够更好的保护大乘的人 但是对于早有牺牲觉悟的恐怖分子来说 便宜的海力士绝对才是军车首选 这不禁让我想到路上看到的标载 有很多也是开丰田的改装车 丰田真的是标载和恐怖分子都说赞的品牌 还蛮好笑的 虽然丰田汽车尝试过各种手段 不让他们的皮卡车落入塔利班的手中 譬如说买家在买车的时候 都要签订一份特殊的合约 承诺在一年之内不得转售车辆 甚至他们也试过直接停止接单要查明买家的身份 但是最后的结果 阿富汗政府军仍然输给了皮卡塔利班大军 毕竟一台不会坏的车 只要有人去发动它 那它就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一样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声根本很难灭了它 当然阿富汗塔利班能够在经历20年之后 居然还能夺回政权 而且还逼食美国撤军 它靠的不是一台皮卡车而已 其实传统上阿富汗战士 本来就是相当顽强难以对付的 早在皮卡车被发明之前 阿富汗就已经屡屡和大国交手 让大国们都感到非常的吃憋 包括英国苏联还有后来的美国 都吃到阿富汗的苦头 成为了著名的帝国奔厂 当然在塔利班政权复辟之后 又牵涉到中国俄国和印度 三个大国在中东势力的互相较力 而且恐怖分子之间 还会往内互打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的话 请留言告诉我 我们会考虑在做一集 阿富汗前世今生的影片的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请帮我按赞 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 加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